我渴 第31天 一切美善的钥匙 昨天我们的重点是 如果我们不希望被生命中无穷无尽的欲望所拖垮的话 我们需要重整我们生命中的渴求 而关键就在于我们先要把对天主的渴求放在首位 其余的渴求就会更容易被放到合适的优次 奇妙的是 这个解决方案亦是我们活出自由和丰盛的生活的关键 在福音中 耶稣的教导里有很多例子可以印证这个道理 例如主耶稣将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从许多欲望捆绑中拯救出来 提醒了马尔大不要为生活中许多次要的事操心忙碌 提示门徒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人 不能同时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 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因为天父远晓得我们需要的这一切 例子真是比比皆是 说明了这个是主耶稣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核心教导及规券 所以 他要用不同的方法及比喻 去重复强调这基督徒核心价值的重要性 主耶稣要我们清楚明白 跟随基督不是一门高深学问 不需要受个专业训练 不是一般人不能掌握的教导 深爱我们的天父不是要刁难我们 不是希望只有一小撮人才能成为基督徒 获得救恩及踏上成圣之旅 这个教导的目的不单只是希望我们得救 也希望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寻获真理 好能活得喜乐及成为有福的人 并享有丰盛的生命 这就是主耶稣向我们强调 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原因 我们必须明白 虽然主耶稣教导我们 必须要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但这不代表天主 希望我们在世上受尽痛苦及迫害 才能获得永生的赏报及福乐 天父希望我们在世上 亦能尽享喜乐及自由的生活 所以他希望天国能临现人间 我们能找到天国 并享受到天国为我们带来的福乐 所以耶稣花了很多心思 以七个比喻向门徒解释天国的真理 其中一个最短而最有力的比喻 就是宝贝的比喻 在《马豆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 耶稣这样说 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 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 高兴地去卖掉它所有的一切 买了那块地 如果以这个天国的比喻 套用于我们毕竟的主题之中 这个宝贝就是天父对我们的渴求 当我们发觉了这个宝藏 获知这个事实及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好像撒玛利亚夫人一样 毅然放下打水的水罐 兴高采烈地去变卖他所有的其他渴求 卖下这块蕴藏天父对我们的渴求的福地 拒绝继续活于种种欲望的枷锁之中 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 生命不是一个无休止且无奈的挣扎 不是一个无出路的死胡同 更不是一个充满磨难逼迫的诅咒 生命是有选择有出路的 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中 而主耶稣在他的教导之中 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指出生命的方向及出路 因为耶稣这个善目的心愿 除了为我们解除罪恶及死亡的枷锁 带来救赎的恩典之外 也是为叫我们获得生命 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为了我能够享受天国的美善 即能获得喜乐和更丰富的生命 于这些年来不惜耐心地教导我 并忍受着我的反叛和不断地背弃你 多谢你今天令我更加明白 我的生命不是没有选择或没有出路的 而你也暗中为我准备了最好的一切 求你让我学着懂得更加珍惜你 珍惜你的教导 及你赏赐我的一切恩典 愿光荣归于父 即子即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